在台北市七所社大任教教程式速写的钟婉琪老师 与摄影艺术家魏子共同策展 在新义公民会馆推出捕捉浮光掠影 当速写遇上摄影的主题展览 并另外邀请建筑师莲洪基与业余素写画家叶毅琴 四人联手共同展出不同风格的台北风采与永春皮风光 这国父纪念馆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角落 所以大家就想象不到 那我们画画的人大概会比较细心 就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角落 好 那我们的展场 其实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展场 那到这边的话 他这是猜猜看他是拍照摄影还是画画 有两个答案 要表决一下 没错 没错 对 那他是透过一种美术的概念去处理的 那拍照通常比较不会就是说有美术的方式去处理 其实现在有些APP是可以这样做 今天也是一个机缘并不是说预设性的啦 主要是来感受这个眷村的氛围还是什么 碰巧有这个展览我觉得是而且它的主题又很切合这个眷村里面的感觉 然后刚好这个氛围和这个环境我觉得能够帮这个展览啊还有我们这个旅程也都大大的加分这样子算是一个双影的 像我本身很喜欢速写这种东西 然后可是当然每个人天分有限我没办法做到所以我就很鼓励小朋友 然后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画出来不要管像不像 就是因为把你最真实的去表达出来是最重要的啦 这次四人联手所呈现的展览特色让民众有机会欣赏到不同风格的速写之美 并结合长达300公分的巨幅摄影作品 透过美术手法来表现永春皮的视觉印象 这次策划的话我邀请四位来参展 那这四位的话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其中两位是专业的艺术家像我自己本身是从事速写教学很久了 那另一位的话他是以影像摄影为主的一个艺术家 那等一下可以问问那个策展人 那我们这双策展人的话这次找了另外两位 一位是建筑师 那他是很喜欢这个速写活动 所以他的这个参展呢 我想是可以代表说某一个这个专业行业之下 那从事了一个休闲活动的一个成果 那另一位呢他其实是上班族 他只是普通上班族 但是他曾经是我的学生 那他也是因为非常热情投入于速写的这种创作 所以他现在的作品呢 其实也受到他们公司的注意 他们老板还帮他策划一个茶水间一郎 所以他的这个速写创作呢 也等于是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水准 所以我们这次策划就是说 结合四种不同的这个形态的人 不同形态的速写创作 来作为这个策划的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轴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主轴呢 还是会所扣在这个台北生活 永春皮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说 这四位创作者 他们如何来诠释 他的台北生活 然后永春皮的话 是信义区这边一个重点的 一个发展的生态区嘛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活动设计 或者是我们的印象 视觉印象 我们还是会特别去琢磨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我第一次到永春皮去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是台北市里面 居然有学校建在山上 而且是在一个算是一个 我们如果说它是一个凹地 或者是一个这种环虎的山 也是可以 然后我就发现到说 这个其实是我们 我们人们在印象中 很期盼的一个风景 所以说我就长途的 把它给表现出来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的风景 它就必须要用这种表现方式 我就必须要把天跟地裁掉 那它就是像一幅这种的国画一样 它是一个长条形式的 信义区是台北市 比较年轻的一个行政区 大家对于这边的印象 都是什么101这一类的 很时尚很摩登的感觉 其实以前我也在这边办过 策划过展览 那当时的话也是把信义区的整个四个生态 做一些比较全面性的去认识 重新认识 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所谓的自然生态 那自然生态当时就是介绍永春皮 对那永春皮也是信义区 所以民众它其实很难得的一个休闲去处 非常的具有这种生态的景观 然后它是一个皮糖的概念 然后它其实已经很久了 历史非常悠久 这样的方式我大概已经创作大概十年 因为我一直在探讨摄影跟绘画之间的关系 我就想说必须要让大家了解 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是相对立 他们两个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 摄影是在近一百年发展出来的 所以说摄影跟绘画 他们其实会有密切的关系 那是什么要密切关系 就是摄影师会去学习这种的画师 画师会来学习摄影师的构图跟光线 所以我把我在对于绘画上面的认知 放在我的摄影的作品当中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很像一幅画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摄影 然后这个里面也包含说 我在摄影上面对于光线的敏锐度 等等的一些的技巧 跟我对于绘画上面的笔触的认知 全部都放在里面 速写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但是它还是要有一点点的美术基础 那这种美术基础在我的教学过程里面 当然很多是没有美术基础的 可是它可以再透过平常的练习来发挥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培养这种 在练习当中建立一些美感 那其他的工具很简单 就是像笔记本类似 然后篇幅不用很大 然后创作时间上我们尽量快一点 尽量快一点 意思是说其实你有点压力之下 你创作出来的这个线条啦 或者那个笔触或者色彩 它才有一种极星创作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是摄影艺术的话 它其实也是瞬间记录当下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结合 那也可以启发民众呢 对于这个生活艺术美学的一些思想 叫想法这样子 透过程式速写 记录下眼中所观察到的台北特色 与信义区的永春皮风光 钟婉琪老师也欢迎更多民众加入速写的行列 一起为城市生活创造丰富的艺术活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手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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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描下了